还不肯招供 奴才 参见贤妃娘娘 行了 接下来 交给本宫便是 是 什么东西 也敢口出狂言说我家希尔 将来会覆灭这个国家 简直是搞笑 我劝你早些将你背后的人供出来 也少受一些皮肉之苦 你真以为你咬着唇不吭声 旁人就不知道你背后这人是谁了 让本宫来猜猜 是那大皇子殿下吧 田文剑身子一抖 忍住不让自己抬起头来 看来就是了 你不会等着大皇子来救你吧 如今 他可是赐身难保了 你在地牢里恐怕不知道 昨儿个陛下就派人将大皇子抓住 关起来了 就是可惜 没关在你这里 说是关在这里 你们还能作伴呢 我不明白 贤妃娘娘算说什么 不明白 那你且等着吧 看他到底能不能来救你 说起来 若本宫是大皇子 为了不让你供出幕后之人 必定会先找人联系你 告诉你会救你出去 如此一来 你为了活下去 必然不会招供的 之后只需要再用别的办法 悄无声息的解决你就好了 听说这地牢的厨师 坏人了 是 小飞娘娘 原先的厨师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每日都走的路 前两天晚上 他硬是走偏了 掉精力去了 这不就重新招了一个 他若是不招 就用烙铁试试 这鞭子呀 意志力坚强的人都承受得住 烙铁可就不一定了 是 你都被你上面的主子抛弃了 你还可这受罪呢 我若是你呀 就早些将他说出来 自己也少受一些苦不是 贤妃娘娘也没骗你 现在那大皇子殿下 可是被皇上抓起来了 听说啊 他是自己在府上 偷偷缝制龙袍呢 这大皇子呀 这次可是完了哟 田文剑咬着唇 这会儿心里的天平 已经开始有些失评了 但他还想再等等 他不会仅仅听贤妃的一面之词 可是他坚持了几天 忍受了几天酷刑 依旧没等到大皇子的人来找他 最后他还是承受不住 招供了 格武帝看到他的招供信息 直接给大皇子赐死了